Leo聊事建議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非常的有趣 Hera在5個月前在YouTube上 排名了文明的強弱之分 Hera是把保加利亞排為最低等的文明排名 YO的文明則是他認為是現在的版本裡面 波斯人是S級文明 所以這場比賽也意味著對他來說是最讓打最強的一個比賽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文明特色 YO出身點位3點鐘方向 波斯人的特色是他城鎮中心的效率非常快速 產村民速度非常快 常常可以在封建時代就是領先對手 波斯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那他騎兵路線是擁有肉馬遊俠的特殊升級薩瓦爾 還有縱裝洛索騎兵路線全滿 而且波斯人的馬功能可以在城堡時代時就研發安協人戰術 而且也有拇指環 後期還可以點下波斯工兵 可以讓工兵不需要耗費黃金就可以生產 後期也有火槍跟火炮可以做使用 而且還有大衝車 波兵路線的話 雖然劍兵性不太行 但沒有關係 槍兵是滿的就OK 所以整體來說 波斯人是一個經濟型的玩法 而且比較重騎兵路線 但是工兵路線也OK 而且還可以搭配馬功 配波斯戰相的特殊打法 去進行搭配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文明是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的特色是他的馬盾技術 可以讓騎兵的攻擊速度增加33% 就跟日本的攻擊速度加成是一樣的 只是寶加利亞人需要再額外研發 那寶加利亞人的特色是他有特殊建築物銀壘 銀壘可以是取代城堡的一個東西 但是這個銀壘只能照寶加利亞奇兵 並不能研發任何的城堡的科技 也不能製造這個巨型投資金 那寶加利亞人呢 他的經濟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兵工廠呢 跟工程器製造所的食物消耗是減半的 所以在前期呢 要盡可能的去點一攻一射 或是這個一攻一防去跟對方換 換到對方村民就能賺到一些哦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Hera地圖右邊的黃金看起來算是比較微妙的 好看起來都ok哦 如果能正面圍起來的話 這邊就沒問題 祖金可以直接棄手沒關係 待會城堡是在這邊再補一個TC就行 右邊可以直接圍到底 有點算是小天土了 果子也在後面 而且有兩塊金也在後面 哇這個要是能圍起來就是天土了 這個只是問題是比較大 要圍的地方比較大一點 那感覺等圍起來對他來說是很好 讓他發育生地龍時代了 但是他這個文明又不太適合走發育路線 好保加利亞人 所以這就很尷尬了 要是Wild的地圖是Hera的話 哇那個經濟直接起飛了 好看一下Wild的地圖 Wild的地圖看起來黃金在後面 果子在墓區這個位置 黃金也在這個位置 那個剛好呢 是跟Hera是反反著過來的 黃金的位置 然後黃金都靠外面 主金是靠裡面 那這邊波斯人就要想點辦法 去把這個附金給控制住 我才行了 這也是對Wild來說是一大挑戰 好 Hera這邊是補下了軍營 稍微慢了一點 馬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拍 但沒有關係 這邊先把地圖探明 學姐手稍微繞一下 看一下對手是怎麼開局 唉唷 這邊是肉馬開 肉馬開局還不錯 對於波斯人來說肉馬開 也可以看情況 把這個品種點下去 城堡時代也可以轉馬功 也可以考慮 那保加利亞人也是一個馬功文明 他只有這個三級弓兵鎧甲沒有 還有沒有馬功特殊能力以外 基本上馬功路線也是稍微能打的 好 Hera這邊要維持似乎有點困難 現在肉馬已經來了 好 這一村直接拿下 Hera開局送一村 波斯的TC優勢已經顯現出來 25村打21村 哇 波斯的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那這個文明也是我推薦新手們去練的文明 因為這個城鎮中心 工作效率實在太快了 要練不斷村的話 波斯練起來 基本上其他文明也不會斷村了 所以這個就是 練世紀帝國的一個課表 你如果不知道該怎麼練世紀帝國的話 就先練波斯跟意大利 這種沒有經濟加成文明 是最好的 那盡可能可以所有的兵種都玩得到 那你的進步就會非常迅速 波斯人也是這種文明 因為平常大家也不會去打劍兵器 槍兵路線馬功 步兵步攻兵 駱駝馬 遊俠特殊升級 都有 只是生旅不太能玩而已 但新手的部分是不用去想 生旅怎麼玩的就是了 然後這邊直接被抓掉 哇 炸裂 所以生旅這個東西 算是比較進階一點的操控單位 當然如果能早期學會的話是更好 OK 這邊直接搓爛 兩邊的馬是互相送來送去 HERA這邊是點下一攻 一防還沒有點 這邊洛馬一直在給壓力 好 槍兵往下 現在HERA的槍兵走到人家的墓區 搓掉了 但是村民拉過來打架 不齊作戰 在封建時代是很難操作的 來看一下這一波走上去 走過去上地高地並沒有繼續走 槍兵這裡回頭 開了一槍 搓死了一隻肉馬 槍兵有點危險 好 但這邊 五隻槍兵已經確實燒得到了歪歐 這裡HERA的用意 並不是用槍兵去擊殺對方的村民 而是讓對方沒有辦法好好採支援 這樣就夠了 但是就算是這樣子 YO的資源還是遙遙領先 這個就是波斯之力 村民多 沒關係 你就騷擾 反正拖越久封建時代 我經濟就越比你更好 其實YO可能想的就是這樣子 但是HERA這個文明 又不能跟他對農 他對農又沒有完全經濟 那封建時代他自己也拉強的話 村民差距可能會越打越大 所以這邊HERA唯一的解法 就是 盡可能去抓對方村民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HERA好像有沒有看到 好 這邊已經生死代 七隻村民 收到裡面 不放出來工作 好 槍兵開始搓爛 現在YO 這邊兵不太夠 HERA直接打個一波 洛馬兩邊互打 槍兵對戳 村民拉過來打架 先擠火洛馬 後方的洛馬要小心 這隻兩隻洛馬 撈幹走掉 這一波YO打得漂亮 但是村民樹又多死了一村 這還行啊 好 三十七打三十四村 而且已經升級到了一半喔 要是YO這裡沒升級 村民差距應該會來到快要五村喔 四村 快五村左右 唉唷 這裡又抓掉一隻殘血了 漂亮 HERA這邊 這邊 打出了保加利亞的價值 好 那很可惜 剛剛打的那一波 並沒有一擊馬凱 這裡現在有點小傷 好 這裡肉馬還在噴 但殊不知YO早就點下十代的升級 HERA這邊斷村斷的有點慘烈 來到2分11秒 這一波一定要 跟對方換 多換幾村 才有可能打得贏了 好 這裡高打低 肉馬傷害很高 沒有品種 肉馬的血量更是扛不住槍兵的傷害 但這邊還是得繼續打 肉馬數量是真的多 好 YO上城堡是在趕快按騎士嗎 還有走馬攻入線 不先拿騎士扛線 而是先用馬攻出發 OK 好 但是 YO這一波經濟已經炸裂了 HERA的策略是打大封劍 OK 這個大封劍已經做出很大的效果 雖然時代是能恨安 但是現在只要繼續給壓制 寸數已經反超了 哇 沒想到 YO是死了11村 炸裂了 炸裂了 好 保夾利亞終於靠了一攻一防 打出了自己的身價 而且還把自己的品種給退款了 為什麼要退品種呢 因為這邊要升10代了 不能再繼續打下去了 待會點完城堡10代 好 再趕快來補品種就行 這邊肉馬繼續給壓力 好 右邊城市中心蓋下去 現在要繞過去有點距離 駱駝先過來應戰 好 馬攻一出來 這些槍兵也沒辦法打了 只能被追著打 好 TC開下去 不要挖石頭吧 YO這邊挖石頭有點不太好 傷經濟 傷經濟已經不夠好了 現在不是挖石頭的時候 石頭通常都是要到3TC 開下去之後 穩定肉量 再去挖會比較好 太早挖石頭 就意味著你的經濟就越差 因為沒有辦法 更快灑出更多的農田 或是更多的TC出來 所以這個精進的控管 對於這個頂尖選手來說 還是相當重視 並不是說 村民挖什麼 我就給他隨便挖 這樣是不行的 不行的 好 那現在HERON 經典下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補下 哎呦 防禦公式做得還不錯 劍塔大觸插 有挖石頭 那這邊待會再補一根 這樣子劍塔的防守範圍 就會非常的廣裕了 那HERON這邊是沒有打算要為死 而是走一個強軍式封禁時代 村民插軍 36打44 好 殿下城堡時代 重新補下了品種 跟劍塔 快要劍起來 好 其實到處都是劍塔 好 HERON帶回上去 可能會直接補一個銀壘 這裡要不要補劍塔呢 不補劍塔 石頭就不能踩了 完蛋 這裡沒有補 看一下這一波 一村 兩村 可以嗎 可以 好 第三村應該是有點困難了 好 石頭被控 這個是保夾利亞人 最不想被遇到的情況 這樣子就不能去插銀壘了 好 時代落後 現在要打贏很困難 現在保夾利亞人 繼續再噴馬 待會可能要直接轉青騎兵 二級馬卡 去做一個壓制 好 先點一個青騎兵 馬卡馬上補下 OK 正常的壓制打法 但是駱駝出來 很難受 波斯人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有馬功 又有駱駝 又有遊俠 又有大落馬 基本上要什麼有什麼 好 但還好 波斯人的馬功到地龍時代 並不怎麼搶 所以並不用太擔心 但城堡時代 是比較麻煩的一個存在 好 這裡點下了弓兵鎧 現在HERA 點下了耕種技術 好 看到馬功 跑掉 好 跑速提升 好 甩開了兩邊的位置 現在 波斯還沒有點跟蹤技術 跑得比較慢 好 直接拉開 看不到車尾燈了 好 大學補下在下面 這裡應該是要先點彈道學了 好 首先再補一個房子 好 現在點下了 輪軸技術 TC沒有打算要開 那沒有打算要開的話 那銀壘就要往前插了 這邊趕快插一個銀壘 先把軍師抱起來 確保正面的兵力是能推得贏 YO現在所有的兵力 那這邊看不到搭配一些 什麼 生旅之類的潛壓 但是生旅潛壓又很容易被馬功給點掉 所以這邊就是看個人 有些人會這樣做的 但是 HERA是沒有打算用生旅去做搭配潛壓的 而是純靠騎兵 好 這裡350石頭 要出發了嗎 但是現在還不確定 正面能打得贏 好 正面的部分 兩隻駱駝 高打第一 有機會 好 來了 這就是寶加利亞人 不開TC的潛壓打法 好 但是 YO其實有所準備喔 直接把四級跟房子都卡在了外面 他已經預測到 YO這邊會插銀壘 這個銀壘 插下去 哎呦 這個村民 WTF 喔 躲掉 再躲掉 哇 躲掉了兩次馬功的擊火 一隻村民都沒有倒 反正是前面的肉馬跟騎士 壓制了過去 讓這邊的銀壘可以順利的 建造起來喔 但這邊的銀壘最大問題是 沒有辦法有這個射程可以射到裡面 所以待會一級射二級射要趕快補下 但補一級射二級射也是很便宜喔 先點再說 OK 馬上點下了 好 後面防個木嗎 這個銀壘最大的尷尬位置是 沒有任何的資源可以防守住 先防個木吧 但是現在沒木頭 好 蓋好銀壘之後 TC少被壓制住 但是不影響 YO這邊繼續產村民喔 這邊 騎士直接壓制兩隻駱駝左邊倒地 這邊的馬功也開始被擊火當中 好 加利亞這邊的二防有點硬 好 這邊直接硬扛 不管你 到底有沒有TC 直接再吃個吉村 漂亮了 HERA 這邊村民差距來到62打51 11 好 銀壘的部分沒有再繼續產了嗎 不要再拉三隻過來嗎 五個人挖石頭 好 繼續深插銀壘進去 這裡再補一根 好 打破進去 再補 把所有的田空起來 好 或是在這裡補一根 好 哇 這都會讓YO非常難受 好 HERA這邊開來補石頭囉 有囉 有囉 開始有這個味道了 但是YO的馬功一旦慢慢變多喔 正面扛線的能力喔 就越來越差喔 自己又是單TC 上去的關係 經濟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這邊繼續爆馬 要打贏馬功 真的是有點 有壓力 好 但是我覺得他並不是要用 馬功這個單位喔 並不是要用騎士這個單位喔 直接正面打贏馬功 而是造騎士 是讓自己 有這個本錢喔 去插對方城鎮中心的一個能力而已喔 並不是一個 真正想要打敗打工的一個選項 好 這裡第一隻騎士過來被射掉 好 這裡想要直接把騎士給圍殺 但是村民可能會死的有點多 這隻騎士一直在繞 這個還是死去 讓這邊有騎士更多的輸出時間 好 村民一直一直的掉 這隻騎士最後也倒地 這裡有個多線 換YO過來抓村民抓了山村 三隻實況攻全部倒地 Ara這邊直接軌轉了TC 但TC本來想開前面 但又去放棄了 Ara這邊突然開始轉成經濟路線喔 把這個手推車給點下了 騎士沒有繼續 瘋狂暴產 好 開始走注重經濟路線 但是波斯的3TC已經運轉起來了 波斯4TC等於是5TC的運轉效率喔 這個要特別小心 Ara的經濟 現在到最上是有點困難的 雖然可能努力在抓村民 抓了21村 但自己的村民也是有減少 現在要繼續壓制對方的話 還是要出更多的騎士才行 好 現在村民差距來到20村 YO 對上 Hera 一個是 Hera最覺得 最強的波斯文明 A10級文明 寶加利亞是最為D的 D等的 D等文明 D級文明 Hera 是要這樣講的 Hera Hera 那個SABCD Hera 寶加利亞是D喔 是這個D級的意思 Hera D不是那個D級 Hera OK 這裡騎士又卡到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再抓個兩村 三村有機會了 好像偏困難 馬功解決掉了 好 但兩隻騎士又抓到左邊這些村民 但是往旁邊拉了一下沒有問題 馬功繼續追 寶加利亞沒有繼續再挖石頭 騎士雖然往前送 但是YO已經挖出了第一根城堡 城堡的位置還以為他會蓋這裡喔 直接反擊這個銀壘回去就好了 你看這個銀壘其實沒有做到石子的輸出傷害啊 二級色也沒有 所以感覺這個銀壘也算是YO防守的好 所以才讓這個銀壘插不到前面去 細節都有做好 兩邊細節不愧是世界隊頂尖的玩家 好 YO要頂下帝王時代了 上方的TC也已經補下 現在帝王時代 2分40秒 趕快就要升級好了 好 這一波村民又在死一些 WOW的村民術一直被壓制在75村左右 這是因為他為了要點帝王時代 斷了村民有點多 大概來到了 哇靠14分鐘 什麼鬼 呵呵 這也是因為波士的工作效率太快了 所以讓這個TC 一直處於發呆的情況 而且又斷村 好 這一種點下二級的工兵鎧甲 這裡似乎是想要繼續延續工兵的攻勢喔 好 那帝王時代繼續走馬攻 是一件好事嗎 不確定 但對於保加利亞來說 對方走馬攻 就意味著自己喔 有更多的機會喔 可去反制回去喔 因為保加利亞人 這邊只要繼續爆馬 馬的數量夠多 是可以壓制馬攻的 好 那現在YO沒有打算要轉駱駝 繼續走馬攻路線 那有可能 Hera 可以突然轉經濟型的保加利亞 做出一套 不錯的反擊嗎 唉唷 不好意思 這個畫面突然飄雨了一下 好 這一波 過來 控制了幾片田 看能不能拆 拆個幾片田 好 家裡並沒有 哇 這裡怎麼有洞 YO 食物 這個難道是服務品嗎 好險有一個墓區卡在這 好 現在 這應該是能出去的 但是 Hera是不是在玩呢 哈哈 這邊一直在左右移動 這一波把對手關起來 挺漂亮的 好 好 騎士損失掉 但這邊史上樹來到山山村 YO的騎士 開始數量多起來 追趕著這些馬攻 好 帝龍時代移上去 巨型頭11先產了一個 馬攻是讓來到了30隻 現在馬攻要趕快重新集結一下 好 在後面 來了 好 這邊黃金礦春明也只能跑了 Hera 寶札利亞人 銀罐還沒有點 這邊開打起來 不一定打得贏 但是 這邊的馬攻現在還沒有來集結 應該是打得贏 好 後面馬攻來了 所有的馬攻 重新集結 好 傷害一定夠 好 這波打得漂亮 好 YO雖然還是有春雲的死傷 但至少 這坨馬攻 可以把這坨騎士給吃掉 好 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了 好 上方騎士又來了 三隻沖 又從上面 想要偷偷 鑽進去 好 YO點下第4個TC 4TC 繼續農 5TC的 工作效率來了 好 這一波換YO來插寶 既然你一直BD 就代表你的兵送的差不多了 那我就換我正面開始進攻 喔 結果正面的伐木攻 終於被抓掉了 在這個時間點 要擋移 對方的馬攻 可能只能走戰矛 或是更多的大量騎士 但是現在沒有三級的 起兵鎧甲 要正面扛住 說實在的是有點困難 好 正面騎士第一時間輸出 拉兩隻騎士 去打 巨型頭司機 正面的騎士 是跟馬攻 對戰 正面對戰結果是 YO這一坨馬攻 直接硬扛 損失了非常多的馬攻數量 騎士的傷害 已經打了出來 哇 正面騎士 是讓騎士很多 這根堡 有機會蓋起來 但是馬攻開始拉打 一旦開始做操作 這一波 是拿不下來的 但是馬攻 也已經死到不到十隻了 還算是 對YO來說 對HERA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了 而且巨型頭司機 確實也有拆掉 可以再爭取到一些時間 現在HERA 要思考是 要不要上帝王 還是城堡打到底 那如果城堡打到底的話 這邊爆兵 就要再爆更多一點了 好 這裡直接走進劍塔 射程範圍內 好 臭米術繼續拉起來 HERA 臭米術現在領先 YO 40 快要40吋 大概差個3吋 就40了 37吋 好 這邊馬攻開始 讓HERA有點損傷了 馬攻數量在G往前補了起來 這一波壓回去 還不錯 好上面的TC要爆開了 巨型頭司機 直接抓掉巨型頭司機 但低打高打的有點久 好 騎士又繞過來後面 鑽進去了金礦區 漂亮了 HERA這邊金礦直接開砍 OK 有一攻 抓臭米只要4刀 但正面的壓力 幣還是沒有減輕 真的不轉個奴炮嗎 用個奴炮在家裡防守也行到 好 但是HERA沒有打分這麼做 好 下方這裡 繼續演壓力 HERA壓力繼續來到自己身上 WOW的分數遙遙領先 8000多分 但臭米術落後很多 HERA會不會因為分數而投降呢 還是 覺得自己有希望呢 現在我們 醜無得知 但看起來是 戰況來說 越來越絕望了 馬功已經有化學了 要是在點下重裝馬功 HERA應該就要炸裂了 好這裡馬功原地開火 輸出非常頂 哦 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好難受啊 這波馬功 讓HERA已經沒有辦法正常的營運了 好 其實這波砍了很多啊 地上都是屍體啊 哇 WOW的臭米術依舊被壓制在70幾層左右 雖然 HERA 村民術有所提升 但是現在 只有村民沒有兵力 要繼續打贏也是有點困難 這邊用一隻肉馬去吸引城堡的輸出 但後方的經濟已經開始炸裂了 像是這裡也被抓到 吐了 哇 被控石頭 沒有繼續挖插銀雷在家裡 是HERA這邊的唯一問題啊 要是有銀雷防守的話 馬功可能就不會那麼囂張了 哇 走進來 繼續射 HERA扛得住嗎 正面好像快扛不住了 馬功高打第一 火砲拆家 HERA打出了GG 我們恭喜WOW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WOW的臭米術又拉了回來 馬功繼續出 直接馬功一條線 解決掉了HERA 那HERA這一波的打法真的是 沒有靠著銀雷去繼續防守或是進攻 有點可惜 石頭被斷了之後就沒有繼續踩 這是有可能是這一把的關鍵也說不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就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勝利 哇靠 贏了大概快5000支援 但是HERA是贏了支援輸了比賽 這或許就跟HERA講的一樣 寶甲利亞是非常低級的文明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 有請 請 因為 很棒 我們 很棒